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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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 不过也是最多姿多彩的年代 竟然叫战国了 在这个时期里 发生在战国七雄之间的大小战役 真的可以说是无日igning 远得不说 就说齐国首都林滋成 不竟正在上演一场激烈的战争 快點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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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听得好啊 听得好 大王 刚才你那季蒙葫芦球 无论是力动还是准绳 跟后翼摄日相比也是不遑都让啊 真的吗 当然了 端部证一定要好好给我记下 让后人知道寡人求意出众 知道吗 微臣早已记下了 西阳君 为何你的醋狙球技毫无进步 还越来越差 就说刚才那球居然偏了这么多 幸好寡人反应快来一招凌空抽射 我劝你别老是惦着批乐奏章 多抽点时间练好醋狙技术 不是每个人的醋狙技术 像寡人这么有天分 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是是是 臣定当加倍努力不获大王所托 你寡人目前的状态 下个月跟燕国的醋狙比赛 想输都难哪 端部证 臣在 到时候记得把寡人的雄风 全部记下来 以供后人敬仰 微臣遵旨 寡人也要想一想 到时候应该怎么样庆祝 时候不早了 寡人要向太后请安 暂且退下 大王 慢走慢走 慢慢走 刚才你们如此弄虚作假 大王居然完全没有察觉 燕衣你真是的 身为一个贱官 偏偏半句真话也不敢向大王说 如今大王如此雄心壮志 万一对燕国那场比赛真是落败的话 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你没听过忠言逆耳吗 难道要我坦坦白白在大王面前 批评他求计他略啊 触怒大王要看头的 如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想想 比赛输了怎么安抚大王 徐姬 你帮个忙 看看哀家这张名单可有任何遗漏 太后这次寿宴 连经师身伤巨骨的千金也邀请了 徐姬实在想不出还有何遗漏 再过两个月是大王三十六岁生辰 哀家打算趁这次机会 顺道帮大王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啊 大王蒙太后如此关心 实在是大王之福啊 生为娘的 誓问又有谁 不想看见孩子早日成亲呢 当年若不是太补 瞻道大王命犯天煞 三十六岁之前不能娶妻 否则祸及齐国社稷 徐姬早已成为娘娘 如今哀家也已经是子孙满堂了 又何必为此事忧心呢 不过最后徐姬也嫁给了信阳君 也是哀家媳妇也是一样 徐姬能够嫁入信阳君府中 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 大王跟信阳君都是先王所处 但是品性却有天壤之别 难得信阳君除了帮大王处理日常朝政之外 还要抽时间陪大王促居 若是大王能向信阳君一办 就是齐国之福了 太后此言差矣 要寡人说啊 信阳君的促居技术能挤寡人一半 那才是齐国之福啊 是的 是的 徐姬参见大王 自家人不必多礼 儿臣参见太后 大王你这么大的人了 整天沉迷促居 疏于朝政是本成何体统啊 太后有所不知啊 促居技术不止有益身心 更是历来训练军队合作 及体能的重要项目 寡人身为一国之君 当然要以身作则了 寡人对促居非常的认真 绝对不是视作儿戏的 大王说的没错 若是在下个月的促居比赛 能够大胜燕国的话 就能够大大提升 我们齐国的士气 六国就不敢小看我们齐国 非常不是件好事啊 说得好啊 完全说出了寡人的心声 果然是寡人的得力助手 应该的 应该的 皇天在上 保佑我们今天促居比赛 大败燕国 大胜而还 大胜而还 龟板一分为二 是为大胜之赵啊 龟板一分为二 军一分为二 极数 这次猝局比赛 岂国肯定连下两成啊大王 还是燕应你见多识广 还不快记下来 是 大王 出发 燕兄 你这就不对了 刚才规板一分为二 是为大凶之兆 你居然搬弄是非 说这是大吉之兆 是吉是凶 看你怎么说 太不大人你这是 明知道大王求胜亲切 居然连龟板也能烧断 你下次小心点 多谢大见大人的教训 相关的下次会小心 有劳有劳 几位同僚 听闻今天的猝局比赛 民间已经开盘了 居然是我们齐国打热 不知几位同僚如何下注啊 还用问吗 身为齐国子民 当然夏宗主买齐国影了 就是让大王知道 我们夏宗买烟国影 会看头的 这倒是啊 好了 走吧 叶兄 你老实回答我 是不是也夏宗主买齐国影 你刚才没听见吗 身为齐国子民 当然要买齐国影了 不过没说不让你 同时也买烟国影 什么 加一个城池做赌注 齐王 你不是怕输吧 混账 寡人饱读诗书 从来不写书这个字 加一个城池就加一个城池了 寡人才不担心呢 大王 不必多说 寡人逐意已决 寡人要你们见识一下 何谓促居最高境界 给我 这边上给大王 这边上给大王 是吧 好 好 不可能的 救命 来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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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出去 多谢齐王成让 那么承耻 谢谢你了 区区一个城池 我们齐国多得是 燕太子你喜欢的话 只管拿就好了 齐王果然大方 稍后我会去赵国继续比赛 回城之时 大可与贵国再比试一次 不知齐王意下如何 好啊 一言为定 大王 这是打算再跟燕国比试一场 臣只怕 我们没那么多城池输给燕国 你别以为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才是 你怕输的话就练好促鞠技术 下次帮寡人把那个城池迎回来 是 信阳君 你怎么练促鞠的 寡人要你把鞠踢到寡人的脚边 不是踢去天边哪 对不起大王是臣部队 宣王促鞠技巧插裂 却要责怪他人 再重写吧 你 宣王促鞠技巧与促鞠品德 皆插裂 却要迁怒于人 不思进取 端木正 我忍够了 居然不管寡人都走了 巴不得你们被雷 谁这么大胆打寡人 你这个畜生简直荒谬之质 你是什么人啊 你这个不孝子孙 居然连爷爷都不认的 爷爷 你说你是齐桓公 混账 齐桓公是你叫的吗 叫爷爷 是 爷爷 不过爷爷你不是去去仙游了吗 我当然去了 否则的话你怎么会做大王啊 你这个畜生 终于吃喝玩乐 不理仇政 为了醋狙 把城池都输掉了 那愿赌服输嘛 爷爷 其实我们齐国有一百多个城池 现在只输了一个城池 没有什么关系 何况那个城池实在太贫瘠了 没有它可为齐国省下多少公帕啊 你这个畜生没脑子 输了个城池是小 失了民心是大 总之在下次的醋狙比赛 你要把那个城池赢回来 否则别说我吓唬你 齐国灭亡 知日可到 没这么严重吧 不过嘛 燕国的醋狙队很厉害的 寡人真的怕不能把城池赢回来啊 知道你这个畜生没本事 你去这个地方 自然会有高人出山相助 赵仪山 燕兄 你可以走了吗 脆脆脆 跟催命似的 要带齐行李才能走吗 你不是不知道大王的脾气了 我们约了他卯时出发嘛 万一迟到的话 我和你哪里都不用去了 你以为我很想去啊 赵仪山那么远 人影都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要去 端木大人 朱老夫人 燕娇姑娘 大哥 你身为贱官 理应劝贱大王 告诉大王 根本没有托梦这回事才对嘛 吴京居然还和大王去 找什么世外高人 你根本就没有做到 做贱官之责 这次是大王想要去 难道要我逆他意啊 是啊 违抗大王意志呢 通常没好结果的 燕燕啊 是 听奶奶的话 大王永远都是对的 你可别像你爷爷和你爹 那么固执 那大哥要学爷爷和爹那样 做贱官 我不做贱官 这么赚钱养你们呀 我和太捕算过了 他说奶奶有一百岁命 你也不争气 怎么都嫁不出去 大哥你是想说自己很毁大了 你知道就好 燕兄 要是你决定继续在这里说的话 相信大王以后都不想再听到你说话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根本来不及入宫会和大王 再上赵夷山去找世外高人 不知道什么高人 住在赵夷山那么远 大师姐你真厉害啊 我们装得这么像 你也能识破 不厉害 怎么做你的大师姐啊 吴慧呢 大师姐 打什么不好打人家脸 打花了以后怎么见人啊 你这个吴慧啊 难道你忘了师父平时是怎么教我们的吗 最重要心地善良 那么人也会漂亮吗 大师姐长得漂亮 当然这么说了 是吗 我真的很漂亮吗 我都不觉得 大师姐 你略言 鹏啊 爸 怎么会这样 还有没有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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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擦得掉 原来是做梦 大师姐 快过来帮忙啊 大师姐 大师姐 你怎么突然打自己啊 为什么梦境总是这么短暂 而现实总是让人泄气呢 大师姐 你放心 师父那么神通广大 一定有办法弄走你脸上的胎记 都那么多年了 能弄得走 师父早帮我弄走了 当年要不是 因为我脸上这块胎记啊 我也不会被家人遗弃 变成孤儿 过去的是大师姐 你还提她干什么呢 说真的 要不是因为你脸上这块胎记呢 你就不会遇到师父 让师父带回山寨 学会那么多本领 还奏我大师姐 像师父说的 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说的也是 所以我永远都说 师父对我们的恩情 比天还高 比海更深 开玩儿 走吧 哦 咦 全都齐了 什么事啊 大师姐 哈哈 叫成这样似乎是有求大师姐哦 你没有做错了什么 被师父罚呀 他们几个就是趁着为师在睡午觉 不去好好练功 跑去画这玩意儿 哼 那你们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说是不是该罚他们揪耳朵 揍给你的 阿爷 没事吧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古灵精怪的 给我坐着一点 行不行多罚你们一个时辰 师父 他们只是一时贪玩 你也罚了他们那么久了 不如算了吧 吴月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容易原谅别人呢 你们能学到你们大师姐一成呢 我就开心了 这就叫有其师必有其徒了 哇 师父为何你今天的容貌又比昨天年轻那么多 哇 就算说了也没人信啊 师父已经九十九 对呀 哇 可来师父的返老还童之术又更上一层樓了 你这丫头总是哄得为是这么高兴 好了 今天我看两个师姐面子 不罚你们几个丫头 放你们几个一码吧 谢谢师父 谢谢大师姐 谢谢二师姐 歇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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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明白 为什么世外高人一定要住在山顶 住在山底下不行吗 大王 既然是高人了 一定住得高一点了 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到山顶 不去了 走 回去了 回去了 宣王做事又在半途而废 寡人做事半途而废 谁说的 走就走 宣王步履不稳 沿途要人搀扶 你开口是宣王闭口是宣王 人人都知道 我的身份 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叫我叫我公子 真的吗 是 公子 公子 大王 公子 大王 是 公子 扶着 不用啊 步履不完 鬼啊 鬼啊 公子 没事吧 刚才被个丑妇突如其来装一下能没事吗 糟了他刚才摸过我 他脸上那块红麦会不会传染给我啊 喂 你说谁是丑妇 这座山还有第二个丑妇吗 你把我的货撞掉了 还出口伤人 你这些破烂货 你这些破烂货值多少啊 燕莹 赔双倍给他 赔到他笑为止 你有钱了不起啊 你知不知道这些货 我在山下买的扛到半山 扛了一个时辰了 这样好了 你们下山去帮我买货 再扛回来这里 这还差不多 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呀 商人物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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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们正在赶路上山 没工夫陪你下山买货 这样吧 这里有一点心意 就当向姑娘陪个不是好吧 这还差不多 不用这么多 一个就够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啊 钱少的话千万别回来找我们算账 走 是 喂 你们上山啊 这边很难走的 这边容易多了 嘿 谢谢 多谢姑娘 谢谢 这个丑妇 长得丑 心又黑 要寡人走这条这么艰险的路 明显是要寡人死 燕英传令下去 回宫之后 立刻捉拿这个丑妇 捉到之后 拉她去填海 你腿发软啊 大王为何要把丑妇赐给填凯 填凯不要啊 寡人的意思是抓那个丑妇去填了这个大海 跟你这个蠢人填凯有什么关系啊 啊 大白英明 大白英明 你就是那位世外高人啊 大王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想说我矮不够高文 大王并不是怀疑高人的能力 只不过是希望高人露两手看见本领 让大家可以看看眼界啊 没问题 我最喜欢表演了 那就麻烦大王你在手心上写一个字 就算我没看到 我也知道写什么 这么厉害 看你这个高人厉害还是寡人厉害 请问高人知不知道寡人写了个什么字呢 你写的那个字是丑字 错了 寡人写的是 怎么可能寡人明明写的是个禁字啊 看来是大王你写错字了 原来大王连丑字也不会写 快去 你们就是敢笑我们大王 高人果然是高人 实在令我等大开眼界 总算寡人不枉翻山越岭来找你 寡人有个不情之请 不知道高人你 别高人前高人后怎么叫我 我有个道号叫中离子 是的 是的 不知道中离子高人能否出山 为寡人赢得一个城池回来呢 不是我不想帮大王 只不过我不是那么容易出山的 只要中离子高人肯出山相助 寡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真的什么条件都肯 当然咯 大王三思 高人不愧是高人 居然引导寡人说出什么条件都答应 万一要寡人把大王让给你做 那还得了 做大王日礼万金那么辛苦 给予我也不做 那你不是要做寡人的娘娘吧 大王英明神武 我怎么配得起你啊 总算你有自知之明 那事先生明啊 只要你不是做大王和娘娘 寡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绝无问题 但是口说无凭啊 你要凭据是吧 端不正 这份契约上写明 只要中离子高人 能够帮寡人从燕国把一个城池迎回来 那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一言为定 武惠 叫吴燕出来 是 师父找我什么事 又是你这个丑妇 碰 又是你这个奸人 大胆就命 顶做我们大王 你说什么 干着 这么快 咬一口干着热热喉咙多好 何必动刀动枪有声和气呢 但是刚才中离子高人你答应了 对 我的确答应了帮你赢一个城池回来 但是这只是一件小事 用不着我亲自出马 吴燕是我入室大弟子 他替你出马的话 一定能够帮你完成心愿 但是师父他 不用麻烦你了 寡人再纯远 不会在一天之内 被同一个丑妇戏弄两次 我们走 吴燕真的不明白 为何师父一定要吴燕下山 帮那个昏君呢 各种原因暂时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吴燕你命中注定 要帮齐宣王治理国家 匡扶设计 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但是师父刚才也看见了 那个昏君简直就是 吴燕你放心吧 齐宣王已经签好了契约 绝对不会反悔 那从明天开始 你多加两个时辰练习促居 吴燕你要记住 这次这件事 除了关乎齐国设计 也会影响你的一生 绝对不可以轻视的 田凯跑哪儿去了 叫他去驿站 找辆马车接寡人回宫 去了那么久 真要抓他去填海才行啊 敢问大王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 请中午院出山相助呢 他害的寡人 走那么多冤枉路 寡人不拉他去砍头 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还要找那个丑妇啊 那我们那场醋军比赛 这件事回宫再说了 都怪我去世的爷爷 无缘无故托梦 给寡人干什么呢 弄得寡人翻山涉水 跑得这么远的地方 不但走得腰酸背痛 还要被那个丑妇吓一下 糟了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阴影呢 啊 大王大王大王 压死人哪 这 我今天什么日子啊 哎呀丑妇怎么又来了一个啊 救我 大王 没有死啊 没死关寡人什么事 燕莹 把他推到一边 啊 宣王见死不救 端木正 哎 你喜欢就去自己救个够吧 待会儿马车来了 你把他抬回宫 救得了是他的运气好 救不了不关寡人的事 拿东西出去晒 好啊 哎 迎春 你病才刚刚好 这么快就出来干活 你不怕辛苦吗 这次迎春能够大难不死 可以留在宫中为壁 三餐得以温饱 迎春已经很开心 一点都不辛苦 听说迎春你被带回宫的时候 伤得很严重 大家都怕你救不活 只可惜 谁是救命恩人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想说声谢谢也不行 别跑 想结束逢生的话 往旧便逃 去你被查查 是 有干哭 杀死人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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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君你好本事 找到这几位醋狙高手 相信有他们助阵 这次的醋狙比赛 一定能够从燕国手中 把城池赢回来的 大王过奖了 还说是什么皇亲贵族名门闺秀 你看看他们 一个个都毫无矜持可言 实在太失礼了 老师说论教养气质 普天之下有谁 比得上徐吉尼啊 不过齐国最好的女子 早被信阳君取走了 寡人唯有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哎 大王今天喝多了 这些话不可以乱说的 哈哈哈哈 寡人开玩笑嘛 寡人和信阳君是什么 兄弟 兄弟如什么 手足 信阳君不会介意的 哈哈哈哈 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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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一家人不能开玩笑吗 哈哈哈哈 哎呀 眼归正传 今天出席寿宴的名门闺秀 全部都是一时之选 大王 你不妨火眼晶晶 细心挑选 看看有哪几个合眼缘 太后 作为眼花缭乱 这么选很费神的 干脆一下子全取回来 不就不会选错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再放两朵花 夏迎春 你这么慢干什么呀 太后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席了 还不快点 是 你看看你啊 把葱切得一条长一条短 将一块大一块小 你叫我怎么上菜给太后啊 你看到我干什么 不服气啊 迎春不敢 我再跟你说话 你怎么不看着我啊 当我死的 我 你这个贱人 你发平气打发我的调味盘 你是不是想造反了 妹娘 后面那道翡翠鱼 准备好了没有 你死定了 你打发了调味料 大王吃不到他最喜欢吃的翡翠鱼 他吃到之后 一定会把你的头砍下来 我想 我有办法 我来 我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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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娘 这条鱼是你做的 求大王开恩 这条鱼呢 是新来的宫女自作主张做的 求大王恕罪 平白无故干嘛恕罪 这条鱼吃起来 清中带甜 天中带鲜 完全都不像厨娘 你平时做的那种味道 做来做去都是那两种 这个宫女真是一点都不简单的 懂得利用天然材料来蒸鱼 带出鱼的鲜味 也不至于训病毒煮 看来厨娘 你很快就要退位让贤了 奴婢自知罪该万死 求大王开恩啊 寡人跟你开玩笑的 我寡人一定要好好赏赐 这位宫女才行 厨娘 你就带寡人赏赐白银十两给她吧 想人遵命 来 不是 大师的大师爹 刚才那个剑柯的样子很有气势 像杀人似的 你看这个个子那么小 拿着那么大把尖 笑死人了 不会 拜托你别大惊小怪了 像一辈子没见过男人似的 坦白说 我真的从来没有一次 见过这么多奇奇怪怪 又不同样子的男人啊 你看那边 那边 你别吵了 整条街的人都在看我们了 他们哪里是在看我们 他们看的是大师姐 对不起 大师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张嘴 算了 算了 我也习惯了 谁叫自己的脸上 长块这样的胎记啊 大师姐 其实并不是个个 都会这么盯着你看吗 你看那边 那个 那个人就没有盯着你看了 是哦 非依我看呢 世间上总有些人 不会单单以貌取人的 这倒是 是瞎子 不要紧 不要紧 我再帮你找找啊 抬找 我们这次下山是有正经事要做的 啊 时间也不早了 走快一点 要不然来不及了 哎呀 大师姐 反正你也不是真心想帮昏君了 迟到有什么关系 哎 师父有命 就算我再不愿意帮那个昏君 也要替师父执行命令的 那我们走快一点 早点完成任务 就可以早点回山寨了 走 什么 再堵一个城池 别说本太子不给你们齐国机会 除了再加一个城池之外 再加黄金万两 这样 这样就可以让你们一次连本戴笠 赢回来 你会这么好 齐王 不是对你们齐国的簇军队这么没信心吧 好 再多赌一个城池 大王 罢了黄金万两 一言为定 齐一国 避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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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生 齐一国 避避 避避避 避避避 避生 齐一国 避避避 避避 避避 避避避 这点都行 他体得真好 可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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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如今只剩下半炷香的时间 但是看来 你们齐国的醋居好手 都没办法再比赛下去 齐王 不知道是认输投降呢 还是亲自上场力挽狂澜呢 信阳君 找这种人回来装高手 寡人的面子都让你丢光了 雁英端木正 大王 不是想派魏臣上场吧 没想到齐国人口众多 但是想找一个有小小本领的人也没有 实在让我太失望了 混账 谁说我们齐国 连一个有本事的人都找不到 赵姨山那个丑妇 齐国可能有救 民女中午宴奉师父钟离子之命 特意前来相助大王 你现在才来 比赛都快结束了 刚才听见好像还有半炷香时间哦 你不是想跟本太子说 就凭你们两个可以在半炷香的时间扭转败局吧 区区一场醋居比赛 何须我们两人同时上场 我一个行吗 不过不知道大王是否记得曾经签下的契约呢 寡人当然记得 只要你能够赢得这场醋居比赛 寡人什么都答应 行 就凭大王这句话 还等什么 来啊 太子有命绝对不能留守 给点厉害让这个丑妇看看 什么 丑妇 这都让他撞进去了 对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没看见吗 看见了 屁啪 哇 运气好是吧 这次我看见不是靠运气啊 大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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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会算 不然会算 只要再进一局 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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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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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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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棋 Commander ..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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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比比比比比比上 屁过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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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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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一如你所料一学前尺 为齐国争� Straorer inyным gesture 好好记下来 好让后人知道寡人是多么知人善认的 遵命 原来伴助相师爷 真的可以反败为圣子 那当然 燕国太子 你欠寡人那一万两黄金 能不能写下一张欠单 待寡人日后前往领取呢 你也知道 一万两黄金很重的 想搬私人吗 丑 一时改不了口 钟吴燕姑娘 那寡人曾经说过 只要能够帮寡人 把城池迎回来的话 寡人什么都答应 你想要什么赏赐 只管说 大师姐 你快看看师父的锦囊 看师父想要什么 我要做娘娘 做娘娘 十万之家 无随点击 我会让你 防御心飞 世界风光 痰花意气 哪处能留住你 人想一切缺陷味 让我拿出勇气 战胜无上天气 我无据 现在是无人爱 都不舍得感慨 以后亦能自爱 杀绝面对未来 怎样要是恋爱 真心都吸烟态 努力未曾变态 总有自己风采 微信考虑 果然忍 看 闻